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本课 那我们这次呢是看右边的话 我们这次就是 点到那个link 好 那我们看如果看右边的话这里啊 就是现在有八番问答 我们今天会从第一到第四 就是说 何等众生的问答 那围除 无逆 毁谤正法的回答 还有谤法 到底是可以得生与否 的问答 再来就是 这个 毁谤正法到底它的相貌是怎么样的问答 又点到那个link了 好 那我们现在啊 就来看第一个问答 第一个问答就是 共何等众生问答 这边那个常人大师就问了 天清菩萨前面有讲了 在回向的时候 前面不是有五门吗 那那个回向门的时候 那边啊 就有讲 这个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那这个道理词是指什么样的众生呢 这个道理词指什么样的众生 那回答就说了 按照这个王舍臣所说的无量寿经 就佛告阿难 那这个阿难哈 我们可能大家都熟悉了 他就是阿难陀的简称 翻译成为欢喜 庆喜的意思 是护范王的儿子 那也就是提伯达多的弟弟 那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他出生的时候呢 正好是佛成道 那天晚上 那25岁的时候就出家了 他做了佛的侍者 有25年 在 跟那个加塞尊者 结迹经典的时候呢 他因为他是多文第一 所以他就是 用嘴巴就这样子讲出来 从那个附送那个经文 他是有过目不忘的 这个能力 好那 佛告阿难那个时候就讲说 十方横河沙诸佛如来 皆供称赞 无量受佛 微神功德不可思议 若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来自一念 自行回向 愿神彼国 急得往生 住不退转 但是呢 为除 无利 那这个无利呢 是什么呢 那 第十八月的时候 其实也是这样讲的 那十念也可以往生 但是呢 为除无利 跟诽谤 正法 这两件事情 那无利呢 其实就是无奸业 那 因为罪恶 急逆于理 所以啊 他叫做无利 那 因为他是会 造了这个业的话 会感到 无奸地狱去投生的 那这个苦果 所以叫做无奸业 就包括了 沙夫 沙母 沙欧罗汉 出佛生血 跟破合合生 这五个 就无奸 那下面的时候 还会定一下 无奸 好 那为除无利 诽谤正法 然后 这边就诽谤正法 那 安慈而言 一切 外凡的夫人 就是凡夫 皆得往生 那 诽谤正法 当后面 我们会详细的解释啊 我们先解释 这个外凡 那 信佛的众生啊 通常我们分为 圣者 跟凡夫 如果 已经断货了 正真了 比如说 得到了虚脱还果 已经见了 诸法识相 那个时候 把 贱货 已经断了 那个时候呢 就叫 圣者 那 这个 虚脱还果 以上都是 圣人啊 那 其余呢 就都是 凡夫 就是以下 这其余 其实 就讲以下 没有得到 虚脱还果 以下的 都是凡夫 啊 好 那 凡夫啊 这个 又可以分为 内凡 跟外凡 好 那 修道 进于圣位的 那就叫 内凡 那通常 这个就是 加行位 软定人 是第一 那这是 内凡 其余啊 但闻佛 但闻教法 而生性子 称为 外凡夫 其身呢 就是 资粮 资粮位 啊 资粮位 好 那 这个就是 那这边就是 一切的 外面的 资粮位 其实资粮位 就是我们 现在了 我们像 我们这种人 就是正在 还在栽培 这个资粮的 啊 就是外凡位 皆得 往生 皆得 往生 那 这边就 举出 官无量寿经了 他又如 官无量 所以前面 是一种人 就是外凡夫 然后 现在这边 又在举另外 一种人 那就是说 在官无量寿经 里头 因为有 九瓶 往生嘛 那 下下瓶者 他在举 下下瓶的 例子啊 那 九瓶往生啊 在 官无量寿经的 四贴书 那也就是 善导大师 的著书啊 有讲说 上瓶有三人 这些都是 大乘的凡夫 遇到大乘的 在发菩提心的 这些 的凡夫 中瓶呢 也是有三个人 就是 遇到小秤的 这种凡夫 那下瓶的三人 就是 遇恶的凡夫 就是恶到 赵恶的 凡夫 那 详细的情形啊 我们可以 其实看那个 九瓶往生 那个地方 是比一下 但是我们要比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啊 什么是品 跟什么是生啊 那品的话 就是 发心啊 或者 善根栽培多少啊 那自己还有 业力的影响 是造哪些业啊 还有修行的时候 已经有 具变了哪一些 功行 那这个就是品 生就是说 生到 阿弥陀佛国的时候 莲花到底是 多久才开夫呢 还有文法的时候 是听什么法 是谁来讲法 是阿弥陀佛来讲法呢 还是大师子 跟观世音来讲法 而且是讲的 什么法 是讲白法明门论呢 还是讲诸法实相呢 还是讲什么法 那就是生 那下下评者 那边就讲了 或有众生啊 做不善业 不善业的话 就是 五逆十恶嘛 五逆 包括五逆十恶 那这个十恶啊 通常在这个 十 十善业道经 里头就有讲 是杀生偷盗 邪淫妄 两舌 两舌道就是离间语 那恶口就出恶语 然后旗语就杂晦语 那妄语就是谎话了 那贪欲成慧 那要注意这边 这边是邪见 不是不是的时候 以为说贪真吃 这个就是吃 这是邪见 因为造了业 业是什么业 就是邪见的业 那这个邪界 与诽谤证法 是有差别的 有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后面会再讲得更清楚 基本上 邪见能够产生 诽谤证法 那后面会仔细讲 那若据不散 据 据逆十恶 据诸不善 如此于人 以恶业故 因度恶道 好 那说 那也就是多到三恶道了 就是地狱恶鬼 畜生三恶道 那经历多劫 受苦无穷 如此于人 你命中的时候 欲善之士 种种安慰 畏缩妙法 那这个善之士呢 在法华文句头 就有讲说 文明 是叫做知 见行 叫做事 如果说这个人 他能够帮助我 意就是帮助我 走上这个菩提之道 就是修行 就往这个成佛之道上面走的话 这样子就叫善知识 在摩合子观 那就讲说 知识有三种 就是外户善知识 同行善知识 跟教授善知识 注意那个 法华文句跟摩合子观 都是天台智者大师 他这个 他著作的 那这边的话 遇到善知识 通常是最好能够遇到 这个教授善知识 比如说师父啊 能够说法的人 那同行善知识呢 通常也可以 也可以 只要能够跟他讲 能够开示 这个时候善知识就安慰他 种种安慰 为说妙法 现在这边讲的妙法 也就是讲说 这个念佛的法门 教令念佛 此人苦逼 那我们讲说苦就是有逼迫性的 都叫苦 此人苦逼 不遏念佛 这边还有一个 善知识者是 大因缘 所谓的化导 令得 见佛 因为我们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最主要的 这个好处就是 能够见到欧弥陀佛 然后能够听经文法 然后能够好好的修行 那这些不遑念佛的意思呢 这个不遑就是说 来不及啊 没有时间啊 心里头非常紧迫 就不从容了 那黄其实就是 闲暇的意思啊 闲暇他不是这么 悠悠的啊 他是很匆忙 匆忙之间 他就没有办法来念佛 好了 那我们这边念佛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念佛 到底是磁密念佛呢 还是观向念佛呢 还是观想念佛呢 还是实向念佛 到底是哪一个呢 那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者 因称无量受佛 那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边指的念 跟这个称明是不一样的 如是自心 令生不觉 具足实念 那可见的这边是 实念 称念的意思 是因为具足实念的 称南无阿弥陀佛 那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就除八十亿 节的生死之罪 那就是在讲 下品下生的人 这种情形 那只要实念 他也除了 除掉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生死的罪 那下面就讲说 命中的时候 这个下品下生的 这人众生 他还是见金莲花 那犹如日伦 看一下 然后他下面 等一下 对不起 那么说 那这个金莲花 犹如日伦 助其人前 如一念寝 急得往生 极乐世界 所以往生希望 极乐世界的时候 这个莲花就好像是一个交通工具一样 就趁着莲花就过去了 于莲花中满十二大节 这个莲花方开 那满十二大节的话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如果是下品上生的话 就经过七七日 莲花才开的 下品上 下品中生 这边是中生 这个错字 下品中生的话 经于六节 莲花才敷 所以呢 我们也看得到 这个下品下生的话 就经过很长的时间 莲花才开的 这边就有一个注解 说当于此 就是用这么多的时间 来消五义罪业 那这个时候是谁来这个 广为说法呢 就是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以大悲的音声 为其广说 诸法实相 那这个诸法实相 就是法界究竟的真理 又做真如 又做法性 又做实际 那通常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好了解的话 从这个金刚经 跟法华经里头 都是很容易得到 这个 比如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即见如来 那那个如来呢 也就是 这个实相的意思 那假如说是法华经 就看那个实如是 实如是 那个里头也是实相的意思 然后除灭罪法 闻以欢喜 应时即发 这个菩提之心 那这个菩提之心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这样子的心 也就是求这个正道 求正觉的心 求真正觉悟的心 成佛的心 都是菩提心 那这边有一个很 要注意的就是说 下品下身的人 他是已经生了 已经生了 由于观世音菩萨 跟大师之菩萨 为他说法了以后 灭除了罪法以后 然后才发这个 菩提之心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下品下身者 那以此经正 那按照这个 观物量受精的话 就知道下品的凡夫 那 但令不棒正法 只要不棒正法 那有这样子 信佛的因缘 那皆得往生 那我们就讲一下 这边还继续有解释说 菩提 是道的意思 或觉的意思 或者就是佛道 也就是无上的智慧 那通往真理的道路 那觉知真理的智慧 那这个都是菩提 菩提之心 好 那我们再回来这边 那什么是下品凡夫呢 那这个下品凡夫 那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有这个三品吗 这边也讲了有三品 就是下品中品上品 那如果是 都是下品 但是都是上身 中身下身 所以如果是上身的人 那就是 做众恶业 无有惭愧 这是上身的 那下品中身的人 就是犯戒偷盗 不尽说法 下品下身的就是 无力死了 那这样子的下品凡夫 也都可以往生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就是 前面外凡夫都可以往生 甚至于下品的凡夫 也都可以往生了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问答了 就是围除逆棒的问答 那这边就问了 他说无量寿经 是讲说 愿往生者皆得往生 为除五逆 诽谤正法 我们现在就是诽谤正法 那观无量寿经呢 那又讲说 若五逆十恶 聚足不善 聚足不善 义得往生 那这边是讲无力 但是是讲的是十恶 那十恶经 云和会呢 那这个会 就是会通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 我们要如何解释 这两个经才没有冲突呢 那冲突的地方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那我们前面有讲过十恶嘛 那我们要注意这十恶里头 刚才我特别把那个邪见提出来 那在卷五十九里头就讲说 什么是邪见呢 第一个就是决定无私 没有不私 第二个就是 邦音 邦作用 邦果 坏真事实 这是第二 第三呢就是一切导见 那我们再把卷八那边 拿出来解释 因为这个 这个武力十二里头 武力十二里头 跟这个诽谤政法有关的就是邪见 那邪见者为留亲近 不善丈夫 文非正法 不如理作义故 那播音播果 或播作用 坏真事实 那这边就跟我们的第二 第二 这个就相合了 这个时候是唯用分别染污汇 为提 那分别染污汇 其实也就是一切的导见 一切的导见 那同时在卷八另外一个地方 也有讲说 云和邪见 为起 诽谤的御药 我们这里就把那个 诽谤政法就连接起来了 因为有御药 想要诽谤 然后这个时候 起了染污心 那这边也是讲说分别染污体 然后若于其诽谤 欲要决定方便 先是决定 他决定要这样做 然后方便的是讲说 他有一个方法 他比如说用语言来 来诽谤 那极比究竟 最后这个话讲出去了 达到目的了 所以叫究竟 那这样子所有的异业 所造的这些异业 所以包括了决定 方便跟究竟这三个 那都是这个有诽谤的意思 那一切导见的话 这个导见就是四导 就是说认为说 一切法说是这个 长的 乐的 有我的 亲近的 这个是 那关于这个 常乐我尽 要对治的话 就修这个四念柱 就可以治一切导见 那这边就回答了 他说 一经 拒二种罪 那这个前面这个一经 就是指的是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是讲的这个 无利罪跟诽谤证法 以此二种罪故 所以不得往生 但是另外一个经典 这个经典就是指的 关无量寿经 他说 但做十二无利等罪 不言诽谤证法 这个就是重点 他没有讲这个诽谤证法 所以以不谤证法 故 那事故得生 那这个诽谤证法 就非常的重要了 那我们就稍微讲一下 什么是诽谤证法呢 那卷七十九的时候 就有讲说 于如来自 义去中 占不了义的 然后 说这个 说这个了义的法 是不对的 为非 是不对的 所以这不了义法 为是 了义法 为非 这样子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诽谤大乘佛法的 他那个时候说 啊大乘啊 这不是佛说的 非佛说 那卷七十六的时候 有讲说 那这些诽谤证法的人啊 通常都是他啊 听到了圣身法 那个时候心生恐怖 作如是言 死非佛语 是佛所说 那这卷七十六 其实就是解身密经啊 解身密经 然后这个圣身法是什么呢 这个圣身法啊 就讲到 一切诸法 皆无自信 无生无灭 本来极尽 自信涅槃 听到这些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的恐怖 哎呀 无自信 而且无生无灭啊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办法 去体会到这个境界 因为这个是圣身法啊 很好 好 那这个诽谤的原因也有了 诽谤的相貌也有了 就是前面讲了两种 举的例子两种 那诽谤证法 其实还有很多的相貌 我们下面还会仔细讲啊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 谤法得身与否 这诽谤证法 到底是可以往生吗 那这问题就是说 假使一人 据无逆罪 而不谤证法 那今许得身呢 刚才我们才刚读过嘛 那富有一人 但谤证法 而无无逆诸罪 那愿往生的 那这样子 他是得身与否呢 那回答就说 但令诽谤证法 虽更无余罪 必不得身 必不得身 那这边就讲 这个必不得身啊 就是在识计当中 就是叫决定计 或者一向计 我们前面有讲过 什么识计啊 识计就是说 佛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所以他就一向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 这个 有违法都是无常的 那 如果说人家问这个 有违法是无常吗 那佛就说 是的 一定是的 这个就是决定计 那这边同样的道理 诽谤证法 更无余罪 能不能生呢 那佛就回答了 说必不得身 一定不能得身的 这个就是识计 就是一向计 识计里头还有这个 分别计 还有反问计 还有一个就是 字计 就是字计 就是不答的意思啊 好 那以何言之 何言之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那经研就是说 武力的罪人 堕阿比大地狱中 据受一切重罪 好 那我们这个阿比地狱 我们还是定义一下 知道一下 那阿比地狱 是八大地狱之一 又称为说 无间的地狱 那 他是在 这很多的这个 大地狱 这最底层 那什么叫做 无间地狱 我们前面有讲说 无间嘛 如果看地藏经的话 我们就可以整理一下 地藏经有讲了 第一个是 实无间 那个时候他说 这个他在受苦 无实间绝 第二个就是行无间 在受苦的时候 地狱受苦的时候呢 那个地狱啊 是一人一满 多人一满 那这个叫行无间 再就是受苦无间 那就是说 罪气插棒啊 就是说很多的 这个罪气啊 非常繁多的罪气 他可能 他可能都会受到 比如说 鸡村铁丸 可云铁支 那这些都是 都可能会经历到的 然后屈果无间 这个屈果的意思就是说 不问是男女老少 贫贵负贱啊 都是受同恩的罪 只要是有无间罪 就在这边受无间罪 再来就是命无间 命无间就是说 万死万生 中间没有休息 所以叫做无间 就死了以后 马上又生 生了以后 就一直在受苦 然后苦得不得了了以后 就死了 死了以后又生 就是万死万生 这是无间罪 那详细的情形 可以回去看那个 地藏经 地藏经 好 那 据受一劫的重罪 评谤正法的人 动阿比大地狱中 此劫若尽 复转至他方 阿比大地狱中 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说这个夜暴 非常的重 等到这个节 这个地球 比方说地球 这个娑婆世界 有沉住坏空 对不对 此劫若尽 那就是说 讲到到了坏节了 坏节的话 就这个这边就不能住人 不能住人 但是他的地狱罪暴 还没有暴完 那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会转至他方的阿比地狱中 如是辗转 所以我们再看那个地藏经 那地藏经里头也都有讲 说 此戒坏时 既生他戒 他戒次坏 转戒 转记他方 他方坏时 辗转相继 此戒成后 还复而来 这无间罪报 其事如此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哎呀 这个 说博世界 总有这个坏节的时候 那这个 比如地球没有了 我们就不需要受罪了 不是的 你会转记他方去 转记他方去 如是辗转 金百千 阿比大地狱 那佛不记得出 福不记得出 十节 那不记就是我们刚才讲 四季里头的这个 舍字记 那这个 那这个舍字记 通常这个舍字记 佛不回答是有理由的 譬如说 因为众生业力不可思议的关系 要受这么多的果报 那是不可思议的关系 所以呢 这个道理是非常深的 如果说一直讲出来的话 可能会引无意 引起争论的 所以啊 佛虽然知道 但是他不说 这个就叫字记 那以不记得出十节 以诽谤证法 罪极重 最极重 所以诽谤证法的罪是非常非常重的 那诽谤证法是 既然是这么重要啊 所以就有下面的问题了 那这边我们还有在讲说 什么是证法呢 诱谤证法者即是佛法 此愚痴人 愚痴人 弃生毁谤 安有怨生佛土之理啊 假使但贪彼土安乐 而怨生者 亦如求飞水之冰 无烟之火 岂有得理 那这边讲说证法 证法的话 我们讲证啊 就是圣的意思 比如说八正道又叫八圣道 那正凡事转凡成圣的方法 就是证法 就是证法 比如说这个界定会啊 八正道啊 涅槃之法啊 等等 六波罗密 这个三七道品都是的 这些都是证法 好 这些证法者即是佛法嘛 那如果讲佛法 佛的意思 这个佛啊 他本来的意思是绝的意思 所以绝悟 就是从这个 我们的凡夫都是迷嘛 他在 就是有四颠倒啊 这个迷 如果是觉悟之法 或者是断烦恼之法 那这个就是佛法 让我们得清净的方法 就是佛法 那愚痴人寄生诽谤 那通常的时候啊 这个愚痴人是讲说他无知 无知 因为无知的关系啊 就多生邪见 因为有邪见的关系 就诽谤正法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这其实有关联的啊 这种是愚痴 愚痴人生诽谤 就中间 就是因为中间产生了邪见 产生邪见的关系 那安有怨生佛土之理啊 那生了诽谤 他诽谤正法 那他怎么会生到这个佛土呢 为什么 因为要往生西方级的净土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想要见佛嘛 想要见佛 想要听闻正法嘛 好 这样子才愚生净土的 那既然是邪见诽谤正法了 那也怎么 当然不会 就会厌背 这个正法 所以当然也就不想听正法 所以经谤正法的话 那就是不想要听正法 那怎么会去往生呢 必不愿生 好 那这边又讲了另外一种情形 如果贪这个鼻土的安乐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会往生呢 因为贪鼻土的安乐 那这不是往生的正因嘛 那邪远并不得往生 因为心清净固才赶得到净土的 那有贪的时候就心就不清净了 所以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 所以他就举这个例子 他说这个冰一定是水结冰的 这个烟一定是有火 那火不完全燃烧的时候才有烟嘛 那在我们这个佛经里头 就常常举这个例子来讲 尤其这个英明里头 也常常举这个例子 这个龟毛 龟怎么会有长毛呢 兔怎么会有脚呢 还有死女 死女就是说不会生育的女人 他怎么会有儿子呢 那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 所以如果说贪鼻土的安乐 而能够怨生者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下面就讲说 岂有得理 好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了 那诽谤政法到底是有怎么样的相貌呢 他就问了 何等相 是诽谤政法 那这个诽谤政法 那在卷十九的时候就讲了 他说 一直逐渐颠倒 于法 棒法 急于非法 棒非法 中不显示 非法为法 法为非法 所以这边就是有四句 四句是棒法 还有棒非法 还有颠倒 有位非法是法 有位法是非法 这样 这四种 那这边 总结起来 应该是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无 一个是有 就毁谤是无 那毁谤无的话 就是损减值 那毁谤有 就是争议值 那如果是诽谤有的话 那如果是无 没有这个东西 那就算了 那就停了 就没 但是如果是有的话 就说 为什么原因是有的 我们那个时候有讲说 无哲跟非哲嘛 棒无的话是属于无哲 那棒有的话属于非哲 如果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的话 你说它是不是桌子 那这个就是要 要问说是原因 那有的人讲就是说 那边没有桌子 或者是说 那它没有原因 那个桌子就在那边 那是无音而有的 还有一种就是谐音 这谐音就是恶音论 就是它用歪的道理来讲说 那个是有的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说无音而有的 或者是谐音而有的 这些都是诽谤的 那归纳而言的话 最严重的呢 就是诽谤三宝 诽谤四地 那诽谤四地在讲的话 就是说 世间的因果跟初世间的因果 那苦疾就是世间的因果 那灭道呢 就是讲初世间的因果 那诽谤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诽谤四地 诽谤没有因果 那么卷四十一的时候 它有讲说 如是诽谤 或由自内非礼作异 或由随顺他而作事说 所以真正诽谤的时候 有自己理解是这样子的 才诽谤的 或者是人家说怎么说 他也跟着人家说 这样子也是诽谤的 那我们再讲一下 这诽谤到底是真正什么相貌 那这就是论里头就讲 我说也无佛 无佛法 无菩萨 无菩萨法 听我们可以知道讲 人法 人法 那通常诽谤的时候是 诽谤人 还有一个诽谤法 那这都是那个非常不好的 那如是等见 我们看一下这无佛法 无佛法那就是说 没有因 没有果 只放因放果 没有作用 还有这个没有这个善事 也就是坏了事实 这边是在卷五十五的时候 这边有讲 所以我们先对照一下 这边都是无佛 无佛法 无菩萨 无菩萨法 那这边有两种 傍无 傍有 那这边其实就是强调说 是傍无 傍无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傍因 傍果 傍作用 傍无 这个善事 我们仔细来讲 傍因的话 就讲说没有这个布施 没有这个爱语 给语的语 没有这个事实 没有事实 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事情 布施 或者是这个 都是很好的事情 傍因 傍作用的话 就是说没有妙行 也没有恶行 然后傍果的话 就是说 没有妙行的恶行的业果 跟一手果 那傍坏事实的话 就是说 无父无母 无化身的友情 亦无世间 真窝罗汉 说真窝罗汉 是猪肉涌尽 所以我们通常 简单的就讲说 如果傍这个话 傍这个没有 这个真的窝罗汉 这个就是 坏事实 坏事实 事实 那卷五十九 就有讲说 如是一切皆明 邪见根本业道 所以就跟我们前面 在讲的 就是说 讲武力十二的时候 十二的最后一个 就是邪见 那邪见呢 其实啊 他就有这个毁谤 毁谤的意思在里头了 因为自己产生 邪见的话 就是说 人家不是正见 所以那个就是 有毁谤的意思在里头 所以傍因傍果 傍作用 傍善事的话 这都是 邪见的根本业道 好 那这个无佛跟无菩萨 那这两个呢 就是 不信佛等 这卷八十四的时候 讲说 诽谤圣贤 那因为这个什么 这边又来了 邪见相应故 所以诽谤的时候 常常诽谤的时候 就是因为 跟邪见是有关的 好 那无菩萨法 那在卷四十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是诽谤这个 菩萨的 朔达南 及菩萨的 摩达里加 那这都是的 这都是的 好 前面我们有 有讲过这个 朔达南跟 摩达里加 那个都大成的 好 那菩萨法 其实就是 大成的法 所以 卷七十九 就有讲说 如果诽谤 这个大成 相应的妙法 那这个就是 邦菩萨法 菩萨法 就是大成法 好 那这边也是 若清自解 还有从他受 那这边也就是说 卷四十就是说 若诸菩萨 棒菩萨障 爱要宣说 开示 建立相似正法 那相似正法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现在 这个末法时间 时候的时候 常常有相似正法 相似正法就是 听起来好像是佛法 其实呢 它有歪曲 在里头 那我们要 非常地注意 非常地注意 那于相似 法 或它就 自己信解 或者随他 转 那这边 就跟我们 这个前面 跟我们 前面 这个 前面 这边也是 讲嘛 自内 非理作义 或者是 随顺他 那也就是 自信解 或者是 随他转 这意思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边都是 着重点 都是在 傍无 傍无 好 这边我还没有 改过来 好 那这个 思考题 有三题 第一题就是 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那这里是指 哪一类的众生呢 哪一些众生 是可以往生呢 有包括 五逆十二月的众生吗 这是第一题 第二题啊 就是 无量寿经 跟官无量寿经 两个 讲得有稍微不一样 那 那持二经 是怎么样的 会通呢 那 再一个问题 就是 非放证法 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往生 然后 第三个 就是说 如何定义 这个 非放证法 那因为 这个 非放证法 它的 定义 非常的广 那我 自己是 举出来了 这一些 那当然 可能还有 其他的地方 也有这个 讲说 什么是 证法 什么是 诽谤证法 那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论 到底是偏重 哪一方面 讲的呢 那 诽谤证法 与邪见 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 关系 好 那我们 这个就是 今天的思考题 那我就 停在这里吧 这个开始 什么 ensure discard 好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那个 今天先问一下 有没有问题啊 丁师兄 早安 你早 我在台湾 早安 你们那里 好像是下午 是 下午好 那请问一下 我对于这个 诽谤证法里面的 那个 好像是就是 傍无 傍有那个部分 不是很理解 傍无就是说 没有 没有 无因无果 无作用 无事实 好 傍有的话 他就说 比如说 这个有我 怎么没有我 我平民在 是有我的 那 比如说 不是无常 其实都是 常的 那这也是 傍有 这无常的 反面就是 有常 这有常 那这都是 那这样子可以吗 哦 哦 好 所以就是说 他这边有提到吗 第二个非法 一棒非法 就是说 其实 对对对 对吗 就是本来就是 有这个法 但是他 不是他 他认为这个非法 他认为 他就是等于 错误的认识 他 他把这个非法 就是他把这个法 就是有错误的认识 但是呢 他也放这个 非法 我还是不懂 对 对 那 这边你可以 仔细稍微看一下 比如说 这后三根四的话 那就是 完全的颠倒了 那 一二的话 就是说 这个法棒法 与法棒法 那 这边就是 与非法 棒非法 这样子 所以 yeah 所以这四个 其实 总刮起来 就是 归纳起来 就是这两个 棒无棒有 这样子 OKOKOK 这样子我比较清楚了 不好意思 你问得很好 谢谢 谢谢 好 第一师兄 我有个问题 同样在这里 这个一二三四 合起来就是 棒无 棒有 那 我如果要 我如果要讲这个 无这个有 到什么程度 算是我棒呢 什么程度啊 那 比如说 丁师兄今天讲什么 讲什么 讲什么 他说讲无 他无不对 他讲有 有也不对 那我这样算是 棒 棒法吗 是这样子 该无的 你说有 该有的你说无 这样子是棒法吗 可是你说有 我认为是无 我认为是有 我并没有棒你的意思 我只是要弄清楚 我并没有要棒的意思 我想知道的说 到哪一种 到哪一种 哪一种严刑 哪一种举止 算是棒法 我想知道的是这样子 棒的话 通常因为他这个棒 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棒是 严字旁的嘛 所以他这都是 都是因为有斜见 所以嘴巴就讲出来了 那这个斜见 通常是颠倒的见 颠倒的见 如果你有颠倒的见解 然后你讲出来了 而且说人家不对 那这个就是棒 丁师兄 我可以补充一下吗 可以啊 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之前慈欣法师 有开始过嘛 他有讲到这八个 那其中讲到办法的罪项 他讲说 只要是和十六议论 都是办法的像 那我们在 尤其四地论里面 有讲过这十六议论嘛 蔡师兄你可以 回去看一下 就是 对 他说像因中有果啊 或者是 祭我啦 这些 那断见嘛 或者是空见 这些 这些东 这些呢 无音见嘛 不时搅乱论 然后 类似这些 忌常 忌我 那这些都是属于 办法 对 所以 他是说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那就 比较了解 这样 因为也是蛮复杂 十六议论 谢谢 对 金师兄 阿弥陀佛 如果说是 只是心里面怀疑 是不是这样的 而没有决定 算不算棒 那还不算 但是你是有疑烦恼 哦 这样也算是棒法吗 不算 还不算 还没到那种程度 只是有疑的这个烦恼 好的 谢谢林师兄 阿弥陀佛 啊 丁兄 我能不能插个话题 你说 我觉得大家在 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这棒法一提出来的话 是构成不能往生的罪 对 大家学这既然是一些往生论 当然是需要往生嘛 那如果说要避免 就是说 哎 怎么样棒 棒到什么程度 才算不能往生 我想 参与兄的问题 应该简单来讲 就是要问到这个 棒到什么程度 不能往生 不然的话 这个棒 简单的心里面 讲说 他这讲不对 心里面棒 甚至于简单讨论一下 这些大部分都有 我常常会犯到 那一犯到这个的话 不能往生 那问题闹大了 我再补充一下 好不好 就是 世心法师 他有讲说 棒法生佛这一段 第三 那 有讲到说 善导大师 第二组 有讲说 棒法者 临终前唱会 也可以往生 所以 这个部分 是不是请 呃 陈师兄 在确认 因为这个是 新师傅说的 那 善导大师 到底有没有这么说 应该一定是有 也就是说 虽然办法 但是如果说 他有一个 很好的姻缘 在临终的时候 他 可以忏悔 那一样可以往生 这样 我相信这个道理 我相信这个道理 那以善导大师的风格 还有以这个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建制极乐世界的目的的话 应该是会开门 开这些门 所以就绝对不会说 你办法以后 那你不能往生 真正到最后临终的时候 真心忏悔 我相信都有机会 但是其实这里面 有一个不行的 如果他根本就不相信 有极乐世界的话 那根本去不了 他根本不相信 阿弥陀佛会来接他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去 所以这里面的办法 最严重的就是 你这棒的程度 不能棒到根本 什么叫根本 根本就是 把极乐世界抹杀掉 那你完全不相信 有极乐世界的话 那你怎么会去极乐世界呢 你怎么可能去一个 你不相信的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 还归到自己的自信 归到自己的自信 自己自信里面 根本觉得说 那根本不是一个地方 我怎么可能去 所以害怕地狱 可是呢 自己相信有地狱 就掉到地狱去 那极乐世界听人家讲说很好 可是不相信他有 那根本就去不了 这是我的看法 所以就说刚刚您讲的善导大师那种讲法 还有这位法师的讲法 我都相信这可以啊 因为大慈大悲的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 绝对不会因为 犯过什么过错 不让你去 但是重点就是 你要真正的诚心忏悔的话 这些都有救 可是呢如果就是不信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想这个办法 这个办法最严重的话 就是根本不相信有极乐世界 那这个太严重了 这个变成为自己就断了自己的路了嘛 很奇怪哦 他不相信有极乐世界 可是他相信有地狱啊 他不相信地狱 可是他就被抓到地狱 因为你相信他有嘛 这是我看法 谢谢那个陈师兄 其实 其实啊 我们就不能够抱着那种侥幸的心理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毁放政法 那个罪急重急重 你说你忏悔 一时的忏悔 我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了 一时的忏悔 你前面不是讲过 这个辗转 在阿比地狱里 辗转辗转才出来 那种罪是很重的罪 所以我们不要去轻易尝试 那虽然说我们在礼上面说 阿弥陀佛 或者说诽谤正法也是忏悔就可以 但是你要相信 这个诽谤正法 一旦诽谤正法 很难很难忏悔回来的 那在啊 这个关于这个的话 在那个 这个叫什么这样 哦 种词经 种词经 那个里头就有特别讲 那释迦摩尼佛 他那个时候 也是有诽谤过正法 以前也有诽谤过正法 但是因为他那是后来讲 他怎么样去忏悔 怎么样去那个 但是的确会有 方广种词经吧 应该是那个 有讲这个 那尤其是这个相识正法 这个比较糟糕啊 就是因为相识正法 比如常常有人在那个网上面 或者是在 哪里见到的那个文章 然后他有几个师兄师姐们 会跑来问我说 哎 你看这个 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这个的话 你去看那个金刚经 某一部分就知道 他讲对不对了 或者是把那个 文化解析里头 举一段出来 你去看这个地方 就知道他对不对了 或者法华金里头 他就举一段出来 我跟他讲说 你去看一看这 你就知道他对不对了 我不去正面讲 就让他自己去判断 好的 谢谢那个大家的意见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因为我们有三题 我们上次从下面 那么这是从上面 那上面因为陈师兄是在最上面 但是我要保留陈师兄 做那个做补充的 那个 肖月礼 那月礼师姐有没有 可不可以来打回答第一题 好那麻烦帮我放那个PPT 谢谢 我来练习 阿弥陀佛 客气了 阿弥陀佛 那其实真的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丁师兄的供学 那这个真的是 让我真的非常的欢喜 那这边我们就进入到八般问答 那首先就是天清菩萨 就是在天清菩萨回向中里面 有说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那这边的 供呢 是指什么样的众生呢 那这边的回答呢 就是有提到嘛 这个 这个就是佛告阿弥陀佛 十方横河杀诸佛如来 皆供称探 无量受佛 为神功德不可思议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愿生彼国 即得往生 诸不退传 为除五逆 毁谤政法 按此而言 一切的外凡夫人 一切的外凡 外凡的这种 外凡夫 是不 是皆得往生 所以呢 这边就有特别 讲到 这个五逆 那五逆呢 就是我们的凡夫 又分内凡 跟外凡嘛 那内凡 就是在家型位的 那其他的 像我们都还在学习当中 就是资粮位的 这个就是 外凡夫 那除凡夫之外呢 就是圣者 那圣者的话 他就是一定要达到断货 正真 才成为圣者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问答的 主要部分了 好 那接下去 还有啥 对 人的第一种人 就是 外 就是凡夫 那 前面其实这边的话 还要强调 就是说 只要说是 文习名号 信心欢喜的 这些人 纵然是外凡夫的人 也得往生 这样子 但是只是 不要不要是 无逆 毁谤政法就好了 对 对 对 还有第二种人 这边有第二种人 好 那 第二种人就是 九品往生 那九品往生 就是 上品 中品 下品 那我现在这边提到的是 下下品 就是下品下生的 那 就是说 下品下生的众生 就是他照做不善严 然后 还有这个 五逆 十二的 的众生 那他 他 因为他造这个恶业 所以他应该 剁恶道 但是呢 如果在 灵命中的时候 遇到善之士的话呢 那就是 呃 畏缩妙法 教令恋佛 这种人 其实 也是可以的 那 那 那还有 另外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他 这个人因为苦逼 所以他就没办法 去念佛 那 这个 有 善 善 善友来告诉他说 哎 你 你如果没有办法去 义 义佛念佛的话 那你就是 称 称佛念名 称念佛名 所以 应称 无量受佛 那你自信去称念 这个佛名 只要具足十念的话呢 那就是 就可以 呃 就是在 一念当中 呃 一念佛名当中 就可以除八十 异解 生死之罪 所以在 在这里呢 呃 丁师兄 特别把这个 文义十二的十二啊 还有这个 呃 九品 往生 这部分都做一个注解 哦 好 哦 还有 是吧 这边第三个 对 哦 第三种 就是说 这边 不是 这边其实是 接着上面讲了 就是下品下生的人 前面这边是讲的品 那这边是讲的生 哦 哦 下品下生 哦 对 就是说 生嘛 就是在 你你你到极乐世界之后 哦 你你怎么样 才可以去花开见佛啦 哦 然后他的时间啦 还有就是 什么样 佛菩萨来 为你宣说什么样的法 哦 所以这种下品下 下品 下品 下品身的人呢 就是在 下品下生的人 就是命中的时候 是见到的是金莲花 哦 他来接 你你你你做的是金莲花嘛 哦 然后在 在这个年花包里面是十二大节 就是七七四九天才可以挖开见 见佛这样子 因为是在这当中就是要消除 七七四九天是下品上生 那我们现在在讲下品下生 哦 哦 是哦 那下品下生就是六节 对 很久很久 哦 对对对 下品 所以下品下生是十二大节嘛 那十二大节是几天啊 非常多 我们前面有讲过一个大节是多少 哦 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是从中间插进来 没关系 没关系 就是就是随分随力的学 好 那用这十二大节才可以 可以花开见佛 然后是听闻佛法是观世音菩萨 还有大世智菩萨来来说 广说诸法事项嘛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 才能够发这个菩提心 这个是下品下生的人 他的 他的 他的学习状况是这样的 好 那 所以总结的话就是说下品的凡夫啊 也都可以往生 只要是不棒正法 这样子 哎对对对对对 OK 谢谢补充 太惭愧了 因为下品的凡夫 其实这边是讲下品下生 那但是如果只讲下品的凡夫的话 就应该包括三种 就是下品上生 下品中生 跟下品下生 所以我这边在上面的时候 还特别把这个 下品上生 还有这下品中生 这边是应该 中改成中 之翁中 了解了解 好 这样子 对对 这样因为我没有预习 所以我就只能 呼噜吞着 感恩感恩 谢谢 不好意思 耽误大家时间 哪里 因为这边是讲下品凡夫 所以我前面才把 下品上生 跟下品中生的 也把它标出来 这样子 好的 好 谢谢奥弥陀佛 谢谢 谢谢 谢谢萧思姐 那这关于这一题怎么样 这一题应该还是 当然因为萧思姐答得非常详细了 好 那我们这边再看第二题好了 那这题可能会比较稍微难一点 那无量寿经 跟着光无量寿经 那讲的是不太一样 那这两个经是怎么样汇通的呢 那诽谤政法到底是可不可以往生呢 这边其实包括了第二个问题 跟第三个问题 往下过来的话 那个韩凤说要旁听 下面都要旁听 林琪 林琪您来回答吧 哦好 试看看 麻烦你到point去 这里有两部经嘛 对 最主要这个问题是 毁谤政法可不可以往生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 那这 可不可以往生是八分问答的第三 对对 我们刚刚已经 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些了 那第一个 无量寿经里面 他说的是 忤逆 第一者是忤逆 有两种重罪嘛 第一个是忤逆 第二个是毁谤政法 这两种罪 就都不可以往生嘛 这个是无量寿经说的话 他说连忤逆 连忤逆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往生嘛 是不是这样讲 对了对了 可是到了 官无量寿经的时候 他就说 十二忤逆等罪 只要不毁谤政法的话 是可以往生的 所以他在 官无量寿经里面 他是忤逆十二罪 是可以往生的 只有毁谤政法 是不能往生的 还有没有下面 下面还有没有方法 有 就是那因为就是变成 第三个问答 所以我是把第二问答 第三个问答 都弄在一个题目里头 第二个问 就是同一题吗 就是同一题 这里头有两个问题吗 第一个就是说 怎么样汇通 第二个就是 毁谤政法 到底是不是可以往生呢 就是这样子 那一个人如果说 他有 忤逆罪 可是他不毁谤政法的话 是可以往生的 这是问题吗 对 然后有一个人 他毁谤了政法 然后可是他并没有 忤逆罪 可是他想要往生 是不是可以往生呢 这是 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最主要是说 毁谤政法 可不可以往生 即使你犯了 忤逆罪 你可不可以往生 这样子 那这 回答是说 只要是毁谤政法 就不能往生 这个是 必不得往生 他讲得很 讲得很 决定 就是说 很肯定的 只要换了 毁谤政法 就不能往生的 他在这边有提到 忤逆罪的人 他是多大比低 然后受一劫重罪 可是毁谤政法 他是多大比低 然后 此劫若受尽了以后 他会辗转到 他方的阿比低 再如是辗转 又一直在轮回 受这个大比低的罪 所以经过百迁的 阿比大地义 然后 他不记得 他不晓得 就是说 或不记得出实践 就是说 他不说 他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因为这个毁谤政法的罪 是极为重的 所以他在这里就分别 说 毁谤政法跟 忤逆罪的人 他们得的罪 哪一个更重 那我们前面有说 所有的人都可以往生 即使你是五逆十二的 罪人 你只要临终之前 你只要 慈命念活 你都 而且花艳往生 你都可以往生 只是 但是 那个时候 你往生 你在莲花里面 待十二大节 所以你不必受 阿比第一之苦 你就在 莲花里面 受十二大节 在那个同时 还可以听闻 那个 大师之菩萨 万世音菩萨 来为 说 为他们说话 这个是往生 他们 花艳往生 可以 想 这个 极乐世界的 安乐 可是如果你 不花艳往生 忤逆重罪的人 你就堕 阿比第一 受苦 可是对于 毁谤 政华的人 他们就 在 阿比第一 辗转 受苦 不晓得什么时候 才可以出 这个第一 对 我在想 还有下面 还有个 PowerPoint 对 还有一个 对 然后 政华 就是佛法 那 这里 有一个 很好的问题 那 既然 这些 毁荡 政华 的人 他们 既然 毁荡 政华 了 他怎么 会去 发现 往生 极乐国土 呢 这是 另外 一个 这个 是 问题 中 答案 中的 一个 问题 吗 对 那 如果说 他们 因为 可能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 贪图 安乐 极乐国土 他们有些安乐 所以他 他愿意往生 那 这个也是 就像是 在 求那个 飞水之兵 无烟之火 因为他的 这是不可能 就是没有 正因 因为 他们根本不信 极乐世界 他们怎么会 想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 意思是说 既然他 毁荡 政华 就跟极乐世界 没有因缘了 因为他没有 他没有 他不正性 也不生性 有所谓的极乐世界 所以他 即使他花眼 他也不是真业 所以他不可能 去 他不可能 往生的 因为他这里 提到一个 如果他们 贪图 极乐世界的 安乐 而愿意往生 那我有一个 我有 我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在 阿弥陀经里面 他描述的 极乐世界 都是 黄金为地 然后 什么 所有的 金 银 宝 珠 你看到的 楼阁 什么 不是金 就是银 不是 珠 就是宝 所以 他是一个 对一个 说佛世界 反复来讲 他是 一个 幼因 他会很吸引 你想要 去极乐世界的 所以 既然 阿弥陀经 是这样子 来描述 这个极乐世界 那 为什么 他对于那些 有这种贪念的 就是有贪图 他安乐的 反而他 他又不愿意 接受他们呢 我有这个 这个 我有这个 怀疑 就是说 我希望 我这个想法 不是放火 而只是一个 一体 环绕而已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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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毁谤正华的人 他并没有说得很详细 如果说他们 在某一个程度之后 他们觉得 他们被 这个 极乐世界的 安乐 吸引住了 他们想要 往生 对 是不是 他们也没有 这个因言了呢 那 既然是这样子 为什么 阿弥陀经 他要用 这样子的 这种 景象 来吸引 吸引反复呢 对不起 我回答完了问题 又问了一个问题 我想 我想 这个是不是 可以讨论一下 谢谢 其实 我们前面的时候 一再强调 尤其讲 那个 医报的时候 常常一直在讲说 这些都是因为 新亲近的关系 所以 这个反应 出来的 那个国土 也亲近 那照这样子 讲的话 如果我们 心不清静的话 是不会往生 西方极乐 到西方极乐世界的 所以我们 这边讲说 瘫的时候 所以 如果说 我们看到西方 听到 《阿弥陀经》 那样子 富丽堂皇的 那个 那个 其实的话 会产生 向往 但是 不会去瘫的 有点不太一样 或是想要去往生 因为那边的话 其实 如果是不瘫的话 就不清静了 所以还是去不了的 那这边的话 可能陈师兄 可以再跟我们 多讲一点 今天这个课真的是 今天我就想说 我今天晚上 讨论一定会很热烈 领起这个问题 真的是横空出事 另外跑出来的 那刚刚 丁律兄的说明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那首先 正常人的话 正常人的话 是这个心清静 然后到时候自在往生 这是按照整个往生论 这样讲下来 要先描述我们的 描述意报给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想说 很向往 这种向往不是贪 这种向往是喜欢去 这是很好 至于说 如果一个忤逆罪的人 到最后他害怕 他害怕 然后他又觉得说 那边既然这么好 那我干脆就去那里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想去 你心里面没有 忏罪的心理嘛 你心里面没有忏罪的心理 所以这不可能消掉 你这个放佛放法 放生的罪 不可能让你去 这第一点 第二个 丁律兄那个公案 阿瑟士王子那个公案 阿瑟士王 他不是犯了 这忤逆十二的罪吗 他这个罪犯的够大了 他把这忤逆全部犯满了 那到最后呢 他真的是情况很糟 身体心理各方面都很陷入很大的危机 好啦 那他的父亲好像就给他脱命什么之类的 那这些 结果他就跑去求佛嘛 那么佛就指示给他说 还是有极力世界 那接下来呢 他这样的一个人 原来他是放佛放法放生的 那这样的一个放法的人 那到最后呢 他忏悔 忏悔之后呢 佛给他受祭说 他往生是上禀众生 甚至都不需要什么十二大节的 在那里面去窝着去忏悔这些罪 所以像这种特例 其实这个公案很值得再去思考一下 有空的话 对啦 以前这样很随便看过 今天因为大家这样讨论的话 大概有必要再把这所谓那本阿瑟世王经 有一本是阿瑟世王经嘛 拿出来再稍微读一下 看里面到底佛教他怎么忏悔 我相信这一点很重要 是 上次我们也有提到的 所以丁兄我就 这里我就大概补充到 补充这样 那临起那个问题 临起这样讨论可以吧 很好啊 谢谢 所以我这边才是简单的讲的 不是他的正因嘛 不是我们生的正因 好那关于这一题还没有疑问 那我们先进入第三题 最后一题好了 就是如何定义这个诽谤证法 此处偏重哪一方面呢 那诽谤证法与协见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怎么样解释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下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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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来讲吗 就是说 如果说是无佛 无佛法 无菩萨 无菩萨法 等见解 心里面自己 有这样的见解 或者是 顺从他人的 想 的说法 想法 心里面决定了 都是叫做 诽谤证法 诽谤证法 这 偏重 是不是心决定 心假没有决定的话 就还没有到诽谤证法 这边这个 这个就回答了你刚才的问题 如果是心决定的话 那就是他就没有疑惑了 所以有疑惑的话 不是毁谤证法 他没有决定之前 不算是毁谤证法 对 毁谤证法 与协谨的关系就是 是因为 有协谨的缘故 所以毁谤证法 对 你讲完了吗 我讲完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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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常师兄讲得非常简单 而且是那个 真的就是按照课文来讲 非常好 常师兄常常是 每一记 每一个字都是精华 小一个字都不可以的 很简简 阿弥陀佛 我想请问 我们知道62个外道 他们这些外道 他们只是说 他们并不是会帮政 他们只是有 他们自己的思维 就是说 不斜师为而已 那他们并没有 毁谤政华吧 是不是这样子 还是所有的外道 他们都算是 毁谤政华 如果说 他们只是自己修 但是不来说你 因为谤的话 诽谤都是言之旁嘛 就是说你要开口讲出来了 说人家的不对 那这个才是诽谤 就是邪说嘛 邪说 他有说出来 他们邪说 可是他们并没有 棒法 棒政法 那个 他只要是 邪说 就是毁谤政法 通常是这样子 如果他有自战的话 就是会包括毁他 听他们自己说 我这样子才能够得到 那就是换句话说 你那样子的话 就不能得到 那就就包括了 自战的当时 就是毁他了 所以我们 常常啊 说进度特别好 进度非常好 而且进度好得不得了 太过于称赞的时候 你就会 有的时候会造成 这个自战毁他的这种毛病 所以有的时候要当心 称赞过分的 就会变成毁他了 丁兄 我们现在讲邪法政法 如果按照这 一般这样来看好了 干扰 干扰修行人的清静心 或者说更严重的干扰 人家没办法正德 这个没办法走上 这个正道的路的话 那么这应该可以成为 成为邪法 可以 因为我在想 因为你讲的好像是模式 就是干扰 就是干扰到 哪怕他没有 没有真正的 没有真正的 这个所谓 诽谤政法 他没有 对 他没有碰触到 这个政法 因为模式 并不见得需要有邪见 但是 邪见一定是模式 有邪见在那边的话 一定会干扰的 所以你讲的很对了 就是这个 邪见邪法 因为邪法是因为 有邪见的关系 才会有邪法 所以 所以我特别 在这边强调邪见 对 林奇思念 你还有没有回答 这一个吧 其实毁调政法跟邪见 到底是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 是这个 你是否是Mary 是那个常师兄啊 就是邪见 邪见跟 毁谤政法的关系 就是 有邪见的话 才会 毁谤政法 对 所以他才说 这些的 诽谤都是 邪见的根本业道 所以刚开始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在这边强调 是在哪里 对 我在这边强调 这边这个邪见 刚开始 这因为 这 以 诽谤政法 有别 但是非常有关系的 有关联的 对 还有一个 还有说 在金里头 是偏重于 哪一方面的 诽谤政法 这个的话 就是说我在前面 先按照 卷十九 这边 讲了一下 政法 然后才来讲 我们这个 往生论里头 怎么讲的 那往生论里头 讲的只有讲说 无佛无法 无法 这样四种 然后讲 如是等见 他举出来的例子 是这样子 所以他偏重的是哪一些 就是根据我们 上面讲的话 常诗兄 你可以回答这样子吗 他偏重 人跟法 人 人的话就是 是傍无 佛无 菩萨 法的话 也是傍无 佛法 无佛法 无菩萨法 对 所以他最 这边最主要就是 傍无 傍无 所以幻加 偏重于无的这一面 因为这个无的这一面 非常的糟糕 如果说 没有佛的话 你就不会想 想要修行 没有法的话 也不想去修行 还没有菩萨 也是一样 谢谢那个常师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关于这一题 还有没有其他 有问题的 或者是要补充的 这边好多旁听的 都可以来补充 其实 今天下面其实还有 那树 你要不要讲话 好 这一题讲到说 放症法为什么会 那么严重 其实呢 我们学佛 我们佛弟子都希望 正法久住嘛 所以当你用放正法了之后呢 可能都是一些斜见了 那像我知道有些会 有些教呢 会用那个什么 看到那个狗生天 就去学狗教 这都是 都会让正法 没办法流传下去 所以这个 就是一些相似法 或者是一些 斜知斜见 所以这个 放正法 就是最严重的 为什么 放正法 比较严重 比这个 忤逆最严重 因为 就没办法 让我们的佛法 能够流传下去 那个就是 我们佛弟子 最不愿意 见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 这个是非常 比忤逆罪 还要更 更 更严重 所以这个 放正法 其实 讲到说 不无英国啦 或是没有 所谓的 世间 不管是世间 或出世间 这些英国呢 他们都不认为是 好像 一般的世间人 可能真的就是 没有那个英国见 那他不但 自己觉得 自心自解 而且从他受 所以他就是 不但自己觉得 他还要 去 去把这个 邪知邪见呢 去广传 那都是让 佛法没有办法 长久注视 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到了 这个末法时期 这个邪知邪见 是非常 猖狂的 我个人觉得 对 所以这些事 必须 身为一位 佛弟子 我们必须要 非常 就是 警惕的一个地方 那 学习了这个 正性的佛法之后呢 我们更需要去 好好的去 固守他 而且 像 我觉得丁师兄啦 不管丁师兄 成师兄 都会想要 把正法 像不断的宣说 让其他 同行善友 能够学习 我都觉得 非常的敬佩 谢谢你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呀 诽谤正法 最主要就是 因为它会影响 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才会这么严重 另外一个就是 他一旦诽谤正法 这个正法 这个邪见呢 一旦流行下来的时候 会有很长的时间 不能够 消除掉 所以 这两个原因的话 会让这个 诽谤正法的 那个罪 变得非常非常严重 那 其实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您讲的 就是 这个正法 就没有办法 继续流传下去了 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在网络上听一些 看一些知性 你会发现他们说错了 那说错了也算是毁谤正法吗 是不是 说错的话 看是野狐 这个野狐禅公案 他也是说错了 这样子 如果说他说错了 但是他认为 自己对 那样子的话 才是个诽谤正法 那如果说说错了 他不晓得自己说错了 或者说他 无心的时候 讲了一个错字 或者讲了一个错的观念 那那个的话 就是比较轻 或者甚至有没有毁谤 一定是要看自己的心 是不是 这边这个 所以刚才那个 那个谁讲的 那个 常师兄讲的 非常好 就是说其心决定了 我这个决定 那个时候要认为说 那个是对的 是写法 他认为对的 然后再讲出来 那个才叫诽谤 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看情形 如果他是无心的错 那还不叫诽谤 不过你也讲得非常对 就是说 诽谤的 诽谤这两个字 虽然是言字旁 其实言也有包括 包括那个文章 发表的意见 这样 所以真正的 我们发表文章的意见的时候 要稍微谦生一点 就会就没有这个办法的 这个过错了 就是我听说是怎么样 或者说我根据 我看的经典是怎么样 那我的意见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比较没有诽谤的 那因为别人看的话 他会考虑 他也会考虑说 接受不接受 或者是用他自己的脑袋去动脑筋 那那样子就不算毁放这吧 这样可以吧 很好谢谢 好的 那如果没有其他的疑问 丁玉兄 刚刚有一件事情再补充一下 您提到说 对如果学净土的人 就觉得说 我是定净土最好的 什么这样的话 虽然不讲别人怎么样 可是一直讲说净土最好的 那变成别人都低了 那这个其实不好 但是我相信这不好我知道 可是其实我很羡慕学子官的人 我讲一下这个道理 因为无量寿经里面有一段 这是所谓三倍往生 三倍往生对哪些人呢 三倍往生对一般学大乘法门的人 当然最主要就包括这个中文教相 那么中文教相逃不了就是学子官的人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羡慕子官的人 因为他那段经文里面他就这样讲 他说若有众生祝大圣者 以清静心向无量寿 乃至实念怨生取果 闻圣生法 及生信节 乃至发一念心念于彼佛 此人临命中使如在梦中 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得不退传 乃至无上菩提 所以这一段其实很有意思 而且很重要 他是讲说 我就读了这一段以后 我才会羡慕这些学子官的人 为什么 他们有办法这心比我们要定 比我们要清静 比我们要定 所以这个定的意思就是 到最后呢 当他以一念心 验生起果的时候 这时候十年往生他都可以去 为什么 因为他心定下来 因念佛一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接 他心里面很独定 就说我要去 那就去了 那反而呢 我很担心像我这种 学净土的学人半调子 哪天到了最后 心定不下来 心散乱的话 其实前功进去 那学净土的人 唯一好的好在哪里 好在说我现在 信愿必须要加强 如果我的信愿型能够很强的话 那靠着这信愿型 我来往生 那要真的说到最后呢 要靠着这定力 把我的心清静下来 拿着我的清静心来求阿弥陀佛 这个其实呢 学子观伦比我们还厉害 所以这是我想说 每一个法门 只要谈到往生的话 每个人都有机会啦 但是呢 谁比较容易往生 其实真看个人的修行功夫 那学子观的人 他们定力呢 一般我看过 看过很多人 大家都比我们学净土的人 还强 大部分 所以这是我提出来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是真的是 自己的肺腑之言 我是觉得学打坐 学了一段时间 试着子观 怎么观也观不起来 那真的像这种情形 必须要自己加强 我自己信念行才行 这是我补充的部分 阿弥陀佛 陈师兄你客气了 你客气了 我觉得那个写子观 只是得定 念佛也是得定的呀 你念佛的时候 也是可以让你心定的呀 那上次那个 上次那个 有一个王教授 他有讲 他说 这些方法 这些都是方便 念经都可以让你得定 就是同样的 同样的道路 这都是一条路 子观啊 念佛啊 念经啊 这些都是让你得定的呀 对 没错 对没错 所以我说是看到最后就要看个人修行的功夫嘛 那所以呢在这边的话 因为念佛的人 其实 以定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要看真的念佛的功夫啦 我自己这段时间这样下来的话 我觉得说哎呀 真的还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所谓的这个子观里面的定 真的还达不到 所以呢如果没有真的达到那种功夫的话 烦恼心起来说压不下去其实就很困难 这是我担心的地方 阿弥陀佛 你好 神师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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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那个观金夏品夏生 我不是说 你会 你是夏品夏生的根基 并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观金夏品夏生里面的那个 人欲善知识 教令念佛 此人苦逼不遑念佛 就是他的心很慌乱 没有办法念佛 可是 善知识教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 口称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 陈师兄 只要念佛 趁佛愿力 一定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哎呀谢谢你的祝福啦 因为我像这种情形 我如果到时候 有你们几位善知识在旁边 大家好朋友一起念佛的话 我当然有机会 那如果这个没办法 运气不好 一个人在那边 那这个就真的要靠自己了 真的要靠自己了 所以这个其实 随时我都在观想 会是什么境界 会有什么境界 这是我刚刚的 这有感老化的这一段话 那当然连起 我小的啊 念佛也可以得定 我随时常在里面来观察 我观想之后 应该怎么样做 这是那个谁啊 制约法师来 他也很赞叹我们打地中那一位 我们道场打地中的地中手 他说那个人看起来就已经得定了 从这个打定地中的过程当中 他会感觉到这是一种地 所以绝对是可以的 我相信绝对是可以 但个人的修行还是很重要 这里面我刚讲没有认了一方面 觉得说净土比较容易 还是止观比较容易 而是说其实 只观的人到最后如果真的他发心要往生的话 他绝对不会输净土的 那净土的人真的是必须要把信念型做得很到位 那这样的话当然就可以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啦 对 对 当初我们在讲那个《阿弥陀经》要洗的时候 就有谈到这一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原来不是信佛的 但是他已经在禅宗里头或者在教下已经修行了很久 然后在最后这一刹那的时候突然发心 因为听到了净土 然后这个时候才有这个信愿想要往生 那那个是不是会很快的也会很快的 因为他原来所种的善根一定是功夫堂娟的 因为善根福德因缘嘛 善根是功夫堂娟的 所以从那个其他的法人进来的时候 常常会变成说上品上升的 因为比如说教下的人 他们在《阿弥陀经》的时候 很多都是读大乘经典 而是京东教理的 所以他们一听到那个佛的时候 他们的信愿都是非常的急切的 所以那个时候都会常常会变成上品上升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在读这也有这样子 所以 其实我大概跟京东兄的时候 读这那段经 都要给那一段的感想一样 我是觉得我读了《无量寿经》那一段 我会觉得很赞叹这些修其他法门的人 他们到最后真的定力一线前的话 其实很容易往生 对 好 还没有其他人有意见的 今天的讨论我觉得非常好 好 那我们就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重苦 若有见闻者 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丁师兄 阿弥陀佛 谢谢丁师兄 overlap 谢谢丁师兄 谢谢丁师兄 谢谢丁师兄